各位評判老師 各位參賽同學 大家好 我是編號一號 今天我要臉書的題目是 弱時環保 從我做起 我們每天享受著大自然給予我們的一切 早上起來迎接著燦爛的陽光 呼吸著新鮮的空氣 喝著乾淨的水 這一切都很理所當然 但是你們會不會和我一樣擔心 有一天太陽對人體的皮膚造成傷害 空氣變得不乾淨 水也非常珍貴 無法隨手可得 從電視新聞報導中 我知道南奇的大氣層破洞 臭氧層變薄 導致太陽紫外線會對人體皮膚造成傷害 許多 很多城市也存在著嚴重的空氣污染 很多大工廠排放出廢水 導致水源污染 這些都說明著環保的重要性 支持環保人人人有責 但是我們小學生要如何支持環保呢 我的建議是 第一 多多種植花草樹木 也要多多保護花草樹木 因為 樹木和植物可以 可以吸收二氧化碳 並排放出氧氣 這樣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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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脫壞環境的罪魁禍手 第三 出門買菜 或是到超市買東西時 可以 自備環保帶 這樣才不會產生過多的塑膠帶量 第四 出門上班上學 可以多多搭乘大眾交通運輸 或是步行和騎腳踏車 這樣會更環保 還有許多許多的環保方式 需要大家去努力 支持環保只有的 希望你 從我開始再去影響別人 希望你我都能成為一個環保小尖兵 這樣美麗的大自然 才能和我們一起共存 謝謝大家 請多多多多次